选择在国际民主日召开记者会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盛应提出 创新永续青年三大政策 包括成立科技创新办公室 永续幸福办公室及青年事务办公室 希望整合相关资源 打造幸福行动政府及关怀城市 并回应青年需求导入年轻思考 为基隆注入新生 蔡盛应更强调权力支持修宪 将公民权从20岁下降到18岁 再次的呼吁大家 18岁公民权的投票 已经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那世英也在过程当中投下神圣的一票 我也在这边要拜托我们所有的 基隆市民好朋友来支持18岁公民权 世英也特别在永续幸福 还有另外科技创新 还有青年事务上面 成立三个跨局处平台的办公室 那世英认为说 因应新时代的挑战 永续跟幸福 事实上是我们人类最关心 也最重视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欧美国家 开始已经成立了 所谓的永续或者 注意处理孤独事务的 这样的一个政府 同样道理很多的民间企业 尤其是跨国的企业 把幸福长 类为他们公司主要的高阶职务之一 所以世英认为说 基隆要接軌国际 也许我们可以跨台湾之先 在市政府的架构组织之下 成立一个跨局处的 永续幸福办公室 那这样的一个永续幸福办公室 可以让我们的公共事务里面 更加能够来回应 关于永续的议题 关于环境的议题 那因为过去这些议题 可能都单一局处来处理 但我认为 我们来回应民间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认为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科技创新的事务 那这几年科技创新 包括中央也有举办科技汇报 那其实有很多新的科技的议题 也许在县市的城市之下 我们也能够推动 那基隆虽然不是直辖市 但是市盈仍然非常有心 希望能够透过科技创新的议题 带动城市的进步 例如我们推动的 基隆市的局势的电子化 电子化政府的这个角色 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所以市盈在这个部分也特别提出 跨平台的科技创新办公室 我们整合政府 以及整合民间 大家共同来参与 我们希望让基隆 打造成一个行动的科技政府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青年事务办公室 我刚才跟各位提到的 我们虽然在18岁公民权 呼吁大家来投票 但是青年事务 不是只是只有18岁公民权而已 它其实广泛的多面向的 那目前散播在各个部会 在跟各个局处当中 那市盈认为 透过这样一个跨平台的整合 成立青年事务办公室 能够让青年的议题 政府能够及时的回应 对于蔡世英的创新 永续青年政策主张 包括海洋大学教授孙瑞穗 及民进党青年发展部主任 蔡慕林都出席力挺 蔡慕林强调 全世界只剩10个国家 尚未保障18岁公民权 呼吁国人支持年底的 18岁公民权复决案 并不是对年轻人大杂逼 是唯一的一个重要的政策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能够做 更充分的横向的沟通 所以我想包括民进党在内 我们的各个地方提出的候选人 我们通通都把所有政策当中 都包含了青年 都包含了未来性的发展 所以我想过去 不管是今天提到的 18岁公民权的这样一个 三途通过的过程 其实蔡慕林委员当时的 这个努力跟能够强力的去呼吁 跟强力的去捍卫 年轻人的这个参政的权利 我想这个是有目共睹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候选人 思伟正及林昆明 也表达对蔡慕林所提 创新永续青年政策的支持 在基隆市一直不断的蜕变 在林洋昌市长代理的八年之下 我们不断的蜕变当中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 延览更多的青年朋友 留在我们基隆 继续为我们家家来服务 我们可以用松烟的模式 将青年引进进 然后在地里来发展 结合就是我们的旧 基督火车站 跟我们那个 例如旁边的停车场 可以来做一个青年的创业 另外蔡慕林也在记者会 会上宣布已经邀请青年律师 陈彦霖加入竞选团队担任发言人 陈彦霖随即走马上任 主持这场政策说明记者会 对于人生初体验 陈彦霖言有点紧张 父亲是前市议员陈志诚 也曾参加年初民进党 基隆安乐区市议员初选的 陈彦霖表示 自己是基隆人 希望能有机会 为故乡尽一份心力 也帮基隆推荐最适合的市长人选 基隆在右昌市长 跟这个蔡慕林委员的带领下 就是大家都应该有感于 基隆这几年来 是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 对那这次既然这个 蔡慕林委员来邀请我 担任她的发言人 那我也这边也是 因为我一直都是 就是我一直 我是基隆出身嘛 然后安乐区长大 然后念基隆女中 然后也是一直在为 这个基隆的地区的民众 然后来提供这个法律的服务 那今天这个委员来 邀请我担任她的发言人 那我自然也是义不容辞 希望能为这个基隆 未来的这个公众事务 来出一份心理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就因为这是什么时候 对而不是一个인众事务 好了 记者张启腾基隆